大家好,我是Stan 9月13日,韩国中秋廉价的第一天 夏至宇德首尔江南道路上 一名坐在首顿轮椅上的男子 没有家人陪同,也没有撑伞 独自在穿越,一年365天 都繁忙地双向试车到斑马线 这名男子才刚走到斑马线的一半 红绿灯的绿灯便开始闪烁了 由于是深夜,天色昏暗 如果对面的车辆只注意信号变化而未发现它 可能会导致重大的事故 幸运的是,有一位公车司机正仔细观察这一幕 而曾摘写《儿童第三个人》等作品的 儿童文学评论家金金恩表示 他恰巧目睹了这一幕,并在X上发文 我看到一位坐在轮椅上的人正在过斑马线 但还没走到一半,红绿灯就开始闪烁了 当时停着的一位公车司机立刻冲下车 把轮椅推到安全地带 然后全身湿透地回到了公车上 随后他还附上了轮椅和爱情的表情符号 并留言,感谢470路1371号司机 这个消息传出后 首尔公车470路的公司网站留言板上 市民们也纷纷留言表达了感谢之词 一位市民表示 因为雨势太大,视线不佳 而且正在过马路的那位 看起来操作手动轮椅也很困难 当时停着的470路公车司机 打开了前门冲了出去 尽管下很大雨 他毫不犹豫地迅速提供了帮助 这是瞬间发生的温暖一幕 感谢这位司机 让我能够以温暖的心情开始中秋节 真心感谢你 在公车的行车记录器影片 也完整地拍摄到了 这位司机几乎是反射性地迅速冲到马路上 帮助这位男子通过半马线 然后回到驾驶座的全过程 当时驾驶公车的人士 具有10年驾驶经验的李司机 李司机回忆说 那是一个下着雨的夜晚 一位不熟练使用轮椅的人 在没有保护着和雨伞的情况下 艰难地在通过胁迫地形 由于当时雨势很大 事先受阻 他担心一旦红绿灯变换 对面车道的车辆可能会立即启动 因此他立刻向公车内的乘客致歉 随机冲向了江南道路 李司机表示 当时我只想到人民优先这一点 如果再遇到同样的情况 我还是会做出同样的行动 我们来看一下韩国网友们的留言 哇 真的太帅了 真的是根本没有多想 完全是本能地冲出去帮忙的 司机先生 真高兴这样温暖的消息能被传开 每当因让国民愤怒的政治新闻感到绝望时 看到这样的无名英雄 总会让我觉得 这个国家还是有希望的 听到这个让人心头温暖的故事 让我愉快地开始了今天一天 司机先生的体贴行动 令人感动 当时车上的乘客们也耐心等待 这一刻也同样令人感动 若我们彼此多一些体谈和帮助 这个世界将会变得多么美好 期待这一天的到来 无论是李司机的无私行动 还是乘客们的耐心等待 这一刻都让我们感受到 人与人之间的关怀与体谅 我觉得在这个世界里 每个善意的举动 都像是一颗微小的种子 当我们彼此关爱互相帮助 这些种子就会发芽 最终绽放成一片温暖的森林 也许我们无法改变这个世界 但我相信我们的每一个善举 都能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加美好一点点 是不是说了太帅的黄云 希望大家的今天 也是一个美好的一天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